在大部分来到印尼的旅人一头扎进巴厘岛的时候,他们可能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一处人类文明的巅峰,那就是与长城、金字塔、五哥窟一起被称为世界四大奇迹的婆罗富途。 这是一座建于八十几中期,由数十万工匠运用226块岩石,花费70年时间雕琢出的佛教奇迹。 婆罗富途以为建在旗轮上的庙宇,一千多年前,为了安放是大牟尼的设立,几十万工匠耗费75年,用200块灰黑色的火山岩搭建起了这座,迄今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遗迹。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,一千多年前的工匠能够如此巧合天宫,这两百块十块之间,居然没有使用任何粘分物,使人在兴叹这座建筑为神的奇迹。 而日出之时,是有婆罗富途最为震撼的时候,日光展露照耀在青年佛像之上,身处其中,依然感受青年的历史。 安满御用的设计师,并不愿着新人心灵的佛教圣地归为乌有,从婆罗富途中设计出建筑灵感,在几二公里开外的曼诺山的上坡上,建造了安满吉沃,鱼圈莲花池,捧出那晚年复起的升剑般的酒店的建筑。 他们希望的存在是对这座佛教的至圣实体的知识。